你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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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跳好快 这一刻你是喜欢我的吧 你出摸也刚好不促成烂草 你从来不会觉得无聊 戒不掉 你温柔可爱的撒娇 你怕我受不了 其实我早已无可救了 我们的频道对街刚刚好 别人无法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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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烂 你还是很有天赋的嘛 气氛刚刚好 人家好像没有拒绝你嘛 我深深地怀疑 你根本就没有讨过恋爱 就在你们刚刚四目相对的时候 你要是想确认他的感情 你就应该吻下去 如果他拒绝你了 就证明你还需要努力 如果他接受了 你们才能进行下一步 你看你都做了什么 我没谈过恋爱 你开什么玩笑 我在国外撩妹的时候 你还没出声呢 拜托 我就是你 你在跟我装什么装 我敢保证 他明天早上 肯定会娇羞地看着我 然后呢 然后叫我的名字 我先走了 程总走 你这样影响我驾驶安全 以后上班我开车 这样像不像男朋友 要送女朋友上班 钥匙在我这儿 这样会不会感觉自然一点 程总你这样影响我驾驶安全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在你旁边 你确实内心会紧张 脸红心跳 的确不太安全 好 好的 接下来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卸妆环节了 那我们期待一下 我们的女主角到底是谁呢 我们的女主角她 拜拜 拜拜 你要再不来我都要哭了 刚刚那都是直播事故了 从来都没这么失败过 不是 主要我一想 那这办公室里的男性 都要被你化妆 还不如我卸妆 寻寻 你真好 你放开她 我跟我的姑娘拥抱 你激动什么呀 对吧 寻寻 这是办公室 寻寻都没说什么 好 好了 好了 抱一下 抱一下 没事 抱 那我也要 程总 我就不进去了 我在车里等你吧 不行 你必须陪我去 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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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拦住她们 真不知道是谁泄露我的行程 你还有粉丝团啊 也不算是粉丝团嘛 就是一群小姑娘 看到长得好看的小哥哥 就瞎叫唬 不好好读书 你看你 你要是不陪着我来 我还不被她们吃了 我原来也没觉得 你这么有劣气啊 要看球就安静坐旁边看 闹疼的话就赶你们出去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还没看错 kö 他把手 照顾 快 喝过点 我就要喝你喝过的 这边 放过来 听好 好 走啊 放住 放住 程总 你还有会儿要开呀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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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喊最大声的 你 二百 其余的人 一人一百 以后这种活多找我们 这比当曲演舒服多了 还演员呢 戏太夸张了 一点都不自然 谢谢 满意吗 满意 满意 下次我带她来 你过安排好 有那种 肤白貌美 大长腿的 这个剧本太夸张了 你不懂女人 弱水三千 我只许她一票 那种成就感才是满满的 那你换个地儿啊 上次人家不没同意吗 你还来求场 上次她心动了 我得让她记住那种 心动的感觉 眼睛挺好啊 什么眼睛啊 你说呢 你干嘛说出来啊 讨厌 你 你干什么 我脱衣服啊 我要换衣服 打球出那么多汗 你不怕我感冒啊 那 你也别 脱这么多了 你可以选择不看啊 我问你们啊 你们能不能接受 和同事谈恋爱啊 当然可以了 就是那种 明明是同事关系 甚至可能是上下级 突然恋爱了 会不会分不清工作 还有感情啊 也不知道是工作上的依赖呢 还是真的男女感情 我觉得确认感情这件事 跟工作没有太大关系吧 我认识感情这件事 如果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了 想必会把情绪带到工作里 到时候势必会有影响吧 所以很多大的公司 都不允许内部谈恋爱的 那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难不成在公司 遇到喜欢的人 就这样错过呀 也不是了 如果我喜欢的人在公司 我们俩确定关系之后 我觉得我的收入 应该可以养活起他 到时候 他可以选择辞职回家 好好享受 但如果他觉得工作重要 我就换个公司 大不了 就是抛弃成立罢了 太难了吧 我去个洗手间啊 好